台灣好像還沒有吧 邊吃薯條 邊XX追惡感 沒有那麼重 你踏進去他就開始放那個電影裡面的歌 就說 公主 來了 哈囉,我是Jenny 真心話好厲害啊 哈囉,大家好 真心話時間又來了 破百萬的網紅 或者是我很喜歡的網紅 他們都會去香港有一些景點是漏掉 或者是沒有去到那麼細 那我就是喜歡看他們 我都會盯著他們到底去哪裡 看到我就是有點 電視前面有點 怎麼還不去那個地方 怎麼還不講那個地方 好,所以今天呢 我要講一些就是 有什麼地方偏排的行程 可以再特別一點 再加強一點 或者是你還沒講到 然後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過年的時候 我有回香港一趟嘛 然後我就去了那個 香港的迪士尼樂園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新開幕的 去年11月才開幕的 冰雪奇緣的那個樂園園區 我很想去 哦,你都幾歲了? 這個公司是沒有分幾歲的哦 我的那個真實心智年齡 我全部都忘記了 反正我到裡面之後 我就變成一個 哇,什麼都雷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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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是很想要去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去過一次 然後很多年之前了 那現在就是那麼多年後 他說有一個新開幕 我是全球 這是全球唯一 一個冰雪奇緣的園區 那你說是不是要去? 因為呢 我算是一個粉絲吧 我覺得 因為冰雪奇緣的那個卡通系列啊 我每一集我都把它看過一輪了 那我所以我就決定 不管那個門票就是很貴 而且是最貴的那個首元某是過年去嘛 三千多塊台幣了 拜託 那我也不去了 好 去了之後 就是我不後悔 因為你走進去那個場景裡面 它的音樂啊 就是你踏進去 它就開始放那個電影裡面的歌 就說 公主 我來了 看你們到底最近怎麼樣 還過得好嗎? 哈哈哈哈 就是 它因為它有一個裝潢 對 是裝潢 就是把它模擬那個電影裡面那個場景 就是有名那個雪山啊 王國不是在這個海邊 然後像碼頭 有歐式的那種風格的那種 還有帆船嘛 我都已經 沉浸式的已經踏在裡面感受到那個氣氛 而且因為香港那個地理環境 在大宇山嘛 大家知道 它的那個地理環境 剛好那個山的那個起伏高地 剛好那個眼睛視線 它會沒有洗腳耶 這真的 就是那個雪山的這個地理環境 我覺得也是很讚 它真的有放白色的雪 反正我就已經把它當成一個真的雪山就是了 然後走進去 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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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就是不可以錯過的打卡景點 就是那個鐘樓 大家有沒有看 可能你們都忘記了 我講 就是那個主角在那個鐘樓裡面唱歌 在那邊調情 不是啦 培養感情啦 它都會 迪士尼不是都會很很很很會唱歌 唱一些迪士尼就 哇 聽起來很感動 然後拉拉拉拉就走啊 一定要去看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鐘樓 每個小時的正點 它都會 有那個 Elsa跟Anna 他們會走出來 在前面轉圈圈 所以大家就是 59分 大家都會看到 手機就會準備 抬起來要拍的那螢幕 大家要看 因為有些人他不知道 因為你正點 你15分去 你就看不到啦 穿到我覺得也重要 因為後面的景色 就是藍色 就冰天雪地的感覺 啊你總不能還穿黑色嘛 所以我那天也有搭配 我的照片再放在這裡 我那天就是穿了一個藍色 然後也有白色的一個 毛衣的裙子 想說拍照的時候 可以再投入一點 因為我已經把自己當公主了那天 然後頭上還戴個米老鼠這樣子 你表姐有沒有傻眼 我表姐她沒有傻眼 因為我已經跟她說 我會這麼做 然後你要不要跟我搭配 是你家的事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要來 完完全全的投入在這個氣氛裡面 這樣才有參與度啊 如果你是長頭髮的話 我是建議你還可以 綁兩條鞭子 我也以為是要去染金髮 染白色頭 這個就先不用 等一下你要穿搭簡單的話 我是建議 藍色粉色系列啦 或者是洪水男的那一種 我會覺得我就是第三個 Jenny 就是Elsa Anna還有Jenny 第六個妹妹 再來我就是要介紹 麥當勞 有沒有搞錯 我去香港你帶我去麥當勞 不是 它不是一般的麥當勞 它特別 首先它在一個 科學園區裡面 在沙田的一個科學園區 的一個Jenny 那它特別的地方就是餐廳裡面有三張 讓你邊騎腳踏車 邊幫你無線充電的機器 總共三台 台灣好像應該還沒有吧 它就是吃垃圾食物啊不是 高熱量的食物 讓你邊吃薯條 然後邊騎腳踏車 讓你的罪惡感沒有那麼重 順便可以幫你的手機充電 可是你說 到底我要騎多久 我的手機才會滿 聽說好像要騎兩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你才可以把你的行動電源化 手機從零然後充到滿 所以這是第一個噱頭啦 而且你也可以體驗看看 邊吃薯條邊做運動會不會吐啊 有沒有 因為這個麥當勞 我是看到 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可以大家去體驗看看 感覺也蠻環保的啊 就你邊運動然後邊吃 然後整台車都是用那個 回收塑料材質去做的一個腳踏車 對 去看 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邊吃薯條邊騎車 都會不會吐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聽起來就還蠻夢幻的 我在台灣經常都會被人問我說 欸 Jenny 我問你 香港哪裡還有懷舊的那種 傳統的那種 推車的酒樓啊 你可不可以推薦給我啊 好 我有 我有一家 我常去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飲茶都是點心子 去點菜 不然就是少那個 QR Code 我覺得很 很沒feel耶 就是很機器化 我想要 嗯 就是有人 人情的感覺 所以呢 這家酒樓 它沒有隨波 序流 是這麼說嗎 它沒有隨波 逐流 它沒有跟隨現在大家的那個 現代的點餐方式 它還是保有它原本的 已經四十幾年了 它都是這樣 想到四十幾年後它還是這樣 它這個名字叫做倫敦大酒樓 倫敦並不是在英國 它是在旺角的一間傳統的飲茶的地方 這張酒樓為什麼會吸引到我石神Jenny的一個大推呢 是因為第一它是傳統的風味 它那個阿姨姊姊他們都是手推車這樣子喊 秀麥 喝酒 珍珠街 這樣它就喊 喊它的車裡面在賣什麼東西 好 如果你要吃了嘛 你也是喊回去哦 我要一籠 瞎腳 它就會從它的那個推車上面夾一籠給你 其實它的推車上面哦 有大概四十籠的這樣子的點心 還有一台車是 尖高車 就你可以在旁邊站著 然後看著阿姨她在你前面煎你的蘿蔔糕 你想要焦一點 你想要不要那麼焦 或要加什麼的 或是什麼樣的拼盤 你都可以直接跟阿姨說 客製化你的點心 我這樣講是因為這種車已經沒有了 非常的少見 現在的年輕人哦 如果要說 你有沒有看過煎高車 都跟你說沒看過 台灣也 我也台灣也沒看過 沒有看過 對 可是它這裡有 所以我就是推薦大家可以去看 只有倫敦大酒樓才有建高車 我相信有很多比較傳統的酒樓 應該還會保有 但是因為我現在講那個 是交通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就是坐捷運在太子站 一上去就已經試了 因為其他比較偏遠的 我就不跟大家說了 反正你們也不會去了 還有它賣的點心也是不是那種很一般的 它有一些已經沒有人在做 這手工很很繁雜 現在的人都是講求快速方便 例如說那個魚刺腳 魚刺腳就是裡面包魚刺的 好像餛飩的東西 然後放在湯裡面 看起來顏色是黃色 裡面夾開它會有放豬肉 的一個魚刺腳 這個在外面也很少見 還有那個芋腳也很少見 芋頭的是把它拿去炸 然後有一個好像圓 它看起來就是金黃色 像圓寶這樣的一個點心 還有砂翁 砂翁是什麼呢 有一點點像台灣的雙胞胎 可是它又不完全是雙胞胎 可是它是炸的啦 沒錯啦 然後 砂翁 砂翁 老翁的翁 對 砂翁 它也是炸的一個 屬於是甜點吧 裡面會包 有時候會包豆沙 有時候就什麼都不包 可是外面就是有一層糖霜 或者是砂糖 這種東西的就是要先炸 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 它有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龍鳳大禮糖 龍鳳大禮糖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大的背景板吧 這樣的解讀 很大的背景板 然後這邊是龍 金色的龍 這邊是金色的縫 然後中間就是有一個洗 就是雙洗的那個字 然後它顏色通常都是紅色 私勇質地的 就是看上去就滑滑的高級感嘛 對 沒錯 幾十年前這種就是高級感的 辦婚禮的地方 這個地方已經開了四十幾年了 它四十幾年前都已經幫你準備好打卡的地方了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去這個倫敦 大酒樓的時候也可以在前面打個卡 拍個照 因為它現在不是說結婚才會把它放出來 它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平日飲茶下午喝茶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就是圓眼的 我會看到它 就回想到 原來以前香港的酒樓是這樣子的哦 那如果說台灣 我有去過類似的酒樓嗎 有 在西門町 大家知道我在講哪一家嗎 沒錯 大方是在那個大樓裡面的那一家 我有去過一次 它也是手推車的 阿姨去推餐車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 金魚還是鯉魚池 它有一條橋 那條橋現在可不可以讓人家過了 我就不知道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它就是不可以上去 它就是以裝潢穿在那邊 然後下面有魚 也是很有氣氛嘛 當然了 上場其實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景點 跟不一樣的玩法 我還有太多太多想要跟大家分享了 那如果你們想要聽什麼樣的主題 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